中国人现在出门几乎都不会带钱包 因为只要带上手机 就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 完成所有的消费 所以有很多中国人来到台湾 发现我们还很经常使用现金 都会嘲笑我们真的是太落后了 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可或缺的行动支付 却可能成为阻挡外国游客的一堵高墙 因为不只是很多店家不太愿意收现金 而且绝大多数付费的观光景区的预约 也是透过行动支付的平台来操作 甚至在交通方面 不管你是搭高铁、计程车还是共享单车 都离不开电子支付 所以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真的是寸步难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旅游数据 今年上半年 国内旅游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以上了 但是反观外国人的出入境 843万人次这个数字 只有2019年同期的27.2% 等于说中国的外国客恢复还不到三成 所以为了解决境外旅客的不便利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今年以来已经接连宣布 对使用国际银行卡的用户服务全面升级 现在外国游客不需要中国的电话号码 也不用额外办账户 就可以在这两大平台上面绑定Visa Mastercard等国际银行卡 然后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包括餐饮交通和住宿的支付 那这对于提振旅游观光业来说 当然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消息 可是想要吸引境外游客 现在可能不是靠着微信和支付宝的全面升级就可以办到 有专家就指出了 疫情期间中国和部分国家盖起的政策高墙 可能才是外国客无法回流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像是美中之间 当下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都是相当的敏感 那光是彼此之间往来的航班数量 就跟疫情之前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虽然双方已经同意今年10月底会把每周的往来航班增加到24班 但是这跟疫情之前 两国美中两国之间各飞150班次的这个数字 可以还说还是差的很多 那另外美国国务院7月也针对中国发布旅游警告 指出当地是存在不当拘押的风险 那这势必也会影响旅客前往中国的意愿 而显然和中国存在这种政策高墙的国家 好像也不只有美国而已 所以到访中国的境外旅客才会迟迟没有办法恢复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欢语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